地牛大翻身 有民众吓得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往大门冲 但专家说这样其实很危险 冲出门外是NG行为 应该采取三步骤 趴下 掩护 稳住 做睡觉时 遇地震应立刻拿枕头保护头颈部 直到地震停止 再直接躲到桌子下方 包包内应有尽有 地震前可未雨绸缪 准备秘密武器地震防灾包 里头有壁桩防灾七法宝 包含食物干粮 饮用水 手电筒 行动电源 保暖衣物 急救药品和寿子 无论受困在建筑内或逃生时 都能使用 家庭里面每个人 每个成员都应该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 三天份的干粮和饮水 以及那些手电筒和收音机所需要的干电池 地震避难包还可携带粗棉手套 镇件银本 少量现金 衣物 暖暖包 面纸等 最好放置在房间或客厅门口 专家建议地震防灾包最好直接放门口 若不得已 必须逃难可拿了就跑 地牛翻身接下来72小时 仍可能会有规模6以上强震 提醒民众做好防灾准备 争取更多获救机会 记得陈讯班牙 讲运台北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